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脚料自己开了》 作者 河北大法弟子 归真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10月15日 我是1996年喜德大法的 就恋后才知道 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 从此我就按着大法真修实修 不怕苦 把以前不好的人心 怨恨心 妒忌心 为思为我的心 等等都去掉了 心胸也宽广了 师父就给弟子净化了身体 以前吃中药 西药 还练了些乱七八糟的气功 都治不好的病 学大法后 一粒药没吃 神奇般的好了 法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使社会安定 江泽民妒忌 怕好人多 就疯狂地迫害 那时我们和平上方 被绑架 关押在看守所迫害 因为我们不是犯人 我们不报犯人号 要报就报大法弟子 我们三位同修被靠上手 靠 脚料 并且两个人靠一个脚料 一次 狱警给我们三位同修 靠脚料的时候说 他要自己开了 就不给你们靠了 说完把脚料子锁上了 当晚 同修大姐的脚料子 神奇地自动开了 另一位同修 那个脚料子开不了 在场的御友们 也帮忙整 也整不开 我去帮同修 怎么也开不了 我就求师父 让它打开吧 第二天中午 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 同修的脚料子 自动打开了 我坐一边背法 一会儿 我的脚料子 也神奇般地开了 从此 我们就再也不用 靠脚料子了 一个御友 把两幅脚料 都扔到了 后外面的院子里 扔出一个 就大声喊一声 这是大法的威力 再扔一个 又喊 这是大法的威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想想自己 到底有没有怨恨之心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韩山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10月12日 一直以来 认为自己 没有怨恨心 在劳教所 遭受警察的酷刑 唯心写了 所谓的悔过书 给自己留下了污点 过后 经常想 为什么没能过关 原因是什么 也找到了 很多执着心 比如色心 是因为自己的 执着不放 招致的严重迫害 但是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师父 想肯定是自己 有做得不好 做得不对的地方 师父发表了新经文 大法修炼是严肃的 经文中提到了怨恨心 的确 身边有学员 因为此心而掉下去 走向邪恶 有个学员 因为被劳教后 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有这么修的 大意 要不就是 哪有这么修的 那意思是 自己不该被劳教 不该吃这个苦 这句话中 虽然没有直接埋怨师父 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意思 其实 师父已在转法轮中 讲到了 人吃多少苦 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 加紧还债 他就是这个想法 有的人不误 求佛不行 就开始怨佛了 你怎么就不帮我 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 有的人因为这个事 把佛像也摔了 从此骂佛 因为他一骂 心性也掉下来了 功也没了 他知道啥也没有了 就更恨佛了 他以为佛在害他 他用常人的礼 去衡量佛的心性 那哪能衡量得了 他用常人的标准 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 那哪能行 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把生活中的苦 当作对自己的不公 有许多人 夸夸往下调 我的看法就是 不要管这件事情 是不是救世力的安排 总之 你要正念正行 其实修炼就是在谜中的 有时候作为修炼人 我们根本就看不清 一件事情的起因源头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 师父只会为我们好 有时也许有些事 我们一时无法理解 但是信师信法这一念 绝不能改 绝不能丢 多学法 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明白 回过头来再说我 我是觉得自己没怨恨心 但最近有一件事 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鼎党说单位人少 让我做了不是我专业的工作 其实还有别的人可以做 我也想 修炼人不和人争 要随其自然 要高姿态 但是内心时时还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 如想调离 想换工作 这不就是怨恨心吗 这不就是妒忌心吗 还有 今年教的学生 我为他们付出很多 但学生对我却很冷漠 我原来教的班可不这样 对我可亲近了 老师围着我问这问那的 我现在就很失望 这失望中 是不是也有怨恨的心呢 付出了 得不到预想的回报 就非常容易产生怨恨 当然 这里也有有求之心 其根源也是 由情而生的执着心 所以说 师父的经文出来 包括我自己 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 肯定是很多大法弟子 有此心 师父才专门写出经文 提醒大家的 要抓住这个机会 去掉怨恨心 提高上来 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从自身经历 看恭维的严重后果 作者 河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10月12日 近期师父的 新经文和 明慧编辑部的文章 连续刊登 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 修炼的严肃性 恭维和自心生魔的问题 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 特别是 最近当地一名同修 被迫害离世 也跟恭维有极大关系 这个问题 再次引起我的深思 联想自己工作中的 一段精神经历 写出来与同修交流 2014年 我跟30多名同事一起 被上级调换到兄弟中学 新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 高校课堂展示课的活动 每课都有一名老师讲课 此项活动要举行一天 我作为新来的老师 被点名要求参加讲课 我当时并没有讲自己以前拿手的旧课 而是按自己教学进度 课讲到哪里 就讲了那一节新课 所以也不算特殊准备 但课后却被老师们广泛赞誉 那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我那节课 讲得多么好 说话利索 一句废话也没有等等 特别在别人的对比称托下 更显出我讲的课好 从此在新的学校 大家对我的能力交口称赞 很多人见了我都恭维两句 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 原来没觉得自己那节课 多么优秀 多么出彩的我 在这些恭维和吹捧的腐蚀下 慢慢也觉得自己水平高了 觉得自己的水平就是顶尖了 再后来 就把那天成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了 原本没感觉自己有多行 自己还很年轻 在业务方面 还有很多需要钻研的地方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后却没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 在2015年底 因为夙江 我被迫害掉离了一线 也没有了继续钻研业务的机会 从这件事 让我感受到了 被恭维后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 可见恭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当有人被恭维的觉得自己行 比别人强 了不起的时候 接着就会产生很多后果 一 容易让人止步不前 二 使人丢失谦虚谨慎 敬畏之心 三 容易使人自我膨胀 使被恭维者狂妄自大 四 慢慢会看不起别人 把别人不放在眼里 五 对比自己强的人也会不服气 心生妒疾等等 如果是修炼人彼此恭维 那后果就更严重了 被恭维者往往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比如讲真相讲得明白 救人多 面对邪恶的迫害正念强 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 有人出事了 他没出事等等 一个恭维两个恭维 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 人是很难不动心的 被恭维的同修的心起来之后 对同修的危害可是太大了 这个同修会慢慢地觉得自己了不起 比别人都行 这就是自行生魔的开始 往往自行生魔的人的心理是一点一点变化的 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 在这种飘飘然的心理作用下 他光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那一面 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错 慢慢地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当有人指出他的执着心的时候 他在面子心 求明的心的作用下会掩盖 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 也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 而是他真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自满的心让他迷失了自我 也迷失了心智 也有的是维护自己修得好的形象 有意掩盖 不承认这些执着心 这个时候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自行生魔的人 却想不起师父 想不起法 因为他的正念被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魔性 迷住了 蒙住了 正念不起作用了 当磨难来时排山倒海 这个时候的同修生不起正念 就否定不了迫害 解体不了迫害 师父慈悲 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 会给机会 时间会延长 但是难拖的时间一长 同修又否定不了迫害 这个时候就容易生出怨心 磨难中的人很多人会想 我做了这么多事 救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事 这就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 最后有的被迫害离世 而自行生魔的人最终被迫害离世 旧其根源是被人恭维造成的 教训是深刻的 现在我们当地依然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错 做得挺好 还有的把做事当成修炼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的同修忘了一件事 你的任何成绩和能力都是来自于师父和大法 再有这点 当面对恭维和赞扬时 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指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话 作为一个修炼者 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 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 作为一个大法弟子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师父忘了法 无论磨难来得多么凶猛 只要心中有师父有法 我认为就是保住了修炼人的正念的部分 师父就会帮我们 作为修炼人 一定要绝对的静时静法 有一丝丝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念头 就是邪恶想回你的开始 现阶段的认识 不当之处 请慈悲执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小事不小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莲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5日 我今年58岁 修炼20多年了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 全家人受益良多 现在把修炼中的几件事写出来 分享给大家 1.小事不小 我是1997年得法的 通过修炼大法 身上的很多毛病全都消失了 真是无病一身轻 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中 内心幸福又快乐 在修炼中 知道修心性是第一位的 遇事要向内找 但在实际生活中 遇到一些小事 还是守不住心性 容易发脾气 向外找 找对方的差错 例如 前几天做饭时 打开冰箱 看到买了一星期的西兰花 还剩了一点 就对丈夫随口说了一句 你上次怎么不把这点西兰花吃完啊 我丈夫听到后就大声呵斥道 你嘟噜什么啊 我就烦你这个嘟噜 我听到他大声嚷嚷 立刻火就上来了 和他干起来了 他一边跟我吵 一边大叫着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这事过去好几天了 我表面平静了 但心里翻江倒海 愤愤不平 越想心里越委屈 我尽量不在他面前做事 不和他说一句话 觉得活着很苦很累 第二天学转法轮时 师尊的法使我一下子悟道 是丈夫帮我消夜呢 我没守住心性 还愤愤不平 跟人家吵 静下心来一想 这件小事 暴露出很多隐藏很深的心 怨恨心 争斗心 不让人说的心 强势 自我 平时觉得自己没有这些心 可是通过这件小事 全暴露出来了 这几天表面平静了 不吵了 内心不平 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这些心 一遇到矛盾 就会心里不平 看不到自己的执着 只看到别人这不对 那不对 没有好好想想 为什么这事会发生 看似小事 却隐藏着这么多该去而没有去的执着 这样一想 我的心豁然开朗 是啊 丈夫那不是给我提高心性吗 那不是让我长工吗 内心的苦与泪 一下释然了 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 发自内心的说一句 谢谢他 二 放下了对母亲的情 我母亲也是大法弟子 虽然不识字 但常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 看师父的讲法录像 每年都将大法弟子自己制作的明慧台历 挂历 摆放在显著位置 经常佩戴真相护身符 多余的还发给家里的亲朋好友 并且给家里亲戚讲大法的美好 经常默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86岁的他身体健康 十多年 甚至连感冒都没有过 但是2021年4月份 母亲突然腰痛的起不来床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母亲平静的走了 那天晚上 我就陪在她的床边 母亲走得很安详 我对母亲感情很深 母亲走后 我陷在痛苦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我生儿子时是二胎 邪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 我是上班族 不敢自己带 儿子一直是我母亲带大的 那时我父亲没有退休 母亲一人 一边种地 一边带着我儿子 很苦很累 邪党管计划生育的人员 经常去村里查超生的孩子 逮着就罚款 有公职的要开除公职 那时一听说有检查的来 吓得母亲抱着我儿子 躲到很远的田地里 有时走得急 没带吃的喝的 还要饿肚子 所以多年来 我觉得自己欠母亲很多 感觉自己没有及时好好尽孝 现在母亲走了 我连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了 天天活在悲痛自责中 特别是一到夜晚 对母亲的思念 真是弯心透骨 甚至一度到了 一提到母亲就揪心的痛 可能师父看我太执着 对母亲的情 就点话我 一天早上 我在打坐时 突然出现一个画面 在遥远的地方 出现了一座巍峨的高山 山上有三个大字 竖着写的 但因为距离太遥远 看不清楚 一会儿山前出现了一个 穿着黄色裙子的古代女子 从山前飘然而过 因为离得远 看不清面容 但是我知道 那是我母亲去的地方 是慈悲的师父 把母亲接走了 去了圣洁而美好的地方 知道母亲多年的修炼 有了好的归宿 我的心轻松了 通过此事 我也认识到 对母亲的情太重了 作为修炼人 对亲人的笑 不但体现在丰厚的物质条件上 精神上的提高 境界的提升 跳出三界 直至圆满 才是修炼人最大的尽效 自此 我对母亲的情才真的放下 随即感到身心轻松 三 引导女儿走回修炼 我是1997年得法的 那年女儿十岁 每到星期天 节假日 女儿经常跟着我去练功点 学法练功 那时她能双盘三十多分钟 很多同修都夸这孩子根基好 和大法有缘 可是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习压力越来越大 再加上1999年720以后 共产邪党对大法的迫害 孩子失去了学法修炼的环境 修炼上渐渐放松了 直到她考上大学 远离家乡 家人 就彻底的脱离了修炼环境 学法练功中断了 我每次打电话 也是叮嘱她 抽时间学法 但她都是拿学习时间紧 压力大为借口 随后就是上班 结婚 生孩子 她更是忙得没有时间 彻底混同于常人了 去年十月份 女儿身体突然出现了心慌气短 呼吸困难 胸闷 腿无力等症状 她打电话跟我说 感觉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感觉快不行了 她单位当时刚发了体检卡 吓得她体检都不敢去 怕有不好的结果 我一听她这情况 心里很淡定 对她说 女儿 你该练功了 你这么好的根基 和大法这么有缘 师父不想丢下你 这都是病业假象 你把有病的心放下 和同事一块去体检 体检的时候 你就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求师父帮助你 第二天 体检结果出来了 一切正常 一看结果正常 女儿的病业假象 立刻消失了 她感到吃惊 怎么这么神奇 我说 你看妈妈修炼前一身的顽疾 现在身轻体健 身心愉悦 你才三十多岁 这么年轻 身体就这样 你一定要精进起来 抓紧时间学法练功 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现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 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 倒计时了 因为女儿有小时候的修炼基础 再加上家里人都修炼 女儿很快认识到修炼的重要性 决心要重新修大法 现在她每天早起练功 中午吃完饭 抽时间再练一个小时 上下班的路上 看电子版的大法书 条件允许 还讲真相 劝三退等 师父经常给她灌顶 她练功时 睡觉时 隔几天就感觉一股热流 从头顶上浇下来 通透全身 很舒服 打坐时也经常感觉 被一团能量包围着 突然间入定了 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 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 非常舒服的感觉 知道自己在练功 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 想一直这样练下去 但音乐一停 就出定了 四 信基督教的儿媳 修炼大法了 儿媳是一家区医院的西医内科大夫 结婚前 她妈妈信基督教 所以儿媳也信仰基督教 儿子儿媳于2018年结婚 因为我们全家都修法轮大法 家中吃饭时聊天 都是围绕着大法修炼的话题 谈心性的提高 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 怎么救人 怎么三退 大法怎么驱病有奇笑等 都是这些话题 儿媳对这些也很感兴趣 儿子就借此机会 让他看转法轮 儿媳看后 很认同大法的法理 然后儿子就教他练功动作 儿媳练功时间不长 困扰他的腰痛 肩颈痛 就彻底好了 他作为一个西医的内科大夫就说 在医院里 他的腰痛 肩颈痛 吃药 按摩 推拿 理疗 效果都不明显 没想到练功几个月 就彻底好了 这是西医远远做不到的 但是大法的驱病效果 就是这样超长 儿媳不仅身体受益了 打坐中多次出现玄妙的入定状态 今年二月份 儿媳正在打坐 突然身体周围 出现厚度两米多的黄色光包围着 像水的涟漪一样 一层一层的荡漾开来 全身动不了 手腿不知哪儿去了 但意识清楚 一直到练功音乐结束 黄光才消失 这么美妙的练功经历和 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 深深的震撼着儿媳 也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 儿媳现在学法练功很精进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证实着大法的美好 工作中 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她科室的住院患者 只要一切指标恢复正常 符合出院标准 她就说 明天可以出院了 但是科里的其他大夫 为了经济效益 患者就是指标正常了 也要再住上三天 儿媳说 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 就是要时时处处 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特别是作为医生 更是如此 医者人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我身边几名曾经的迫害者 已经在向善了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10月18日 从2019年开始 一直持续到今年的新冠肺炎 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在大法受迫害期间 在讲真相过程中 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力 与师父的无量慈悲 能把受谎言蒙蔽很重的人 曾经参与迫害的人 让他们退却魔性 复苏良知 开始弃恶从善 这里只举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个例子 第一部分 几个派出所警察的转变 我是1999年720前 得法的大法弟子 我没修多久 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 那时 电视 广播 报纸 以及内部邪恶迫害文件的毒害 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 大有天塌地线之事 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 没有说话的地方 我们遭受着邪恶 对大法和师父的各种谎言的攻击和打压 因我们当地修炼大法的人比较多 加之 我家有一位受党文化毒害特别大的亲人 在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 他胆子小 私心重 怕自己利益受到伤害 怕我牵连他和他家人的前途 重点对我迫害 弄得我家破人亡 他甚至巴不得我孤身一人 一死他才好 因此 我的家多次被抄 也多次被绑架进派出所 洗脑班 劳教所 处在这些迫害未知的人 就是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 相信中共媒体的谎言 我们当地派出所一个指导员 几次亲自非法超过我家 到单位直接把我从岗位上抓走 他们那时就是那样 表现得很疯狂和邪恶 后来他的事被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 曝光他的恶言恶行 再加上当地其他大法弟子对他劝善 又因为他与所长不和 被调到交警那边去了 慢慢地 他开始对曾经被他迫害的我 用各种方式间接道歉 然后他表示自己再不参与迫害大法了 再然后大法弟子给他真相 他也看了 还退了党 值得一提的是 他去年看到江泽民已经死亡的消息后 态度更加转变 一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 刚理完发 我也进到店里去理发 我看到是他后 诚恳地喊了他一声某某歌 我接着简单给他讲真相 还直接给他一份真相资料 他顺手就接过去 装在衣袋了 这一动作不打紧 那个理发店的两位老板 曾经也练过法轮功 当时就是被这位来理发的指导员给迫害的 一直不敢练功了 男老板甚至还害怕的 把大法书都给烧了 由于怕心 也不写严正声明 那男理发店老板看到这一情景 感慨地对我说 指导员的态度都大变了 法轮功人们都接受了 那女老板当时就要写严正声明 表示重新再修炼 还有一个普通警察 他当时听信谎言后 我被非法官在派出所时 不归他管的 他也主动跑过来 对我所谓的说服教育 他参与迫害过 我们当地的其他大法弟子 常人对他的评价也很差 据说一次 因他办事不公 做得过分 被人把他的儿子整了一顿 他有修大法的部队同事 可能他部队同事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 在他退休后 他来到我住的地方 拜访他的部队同事 我给他讲真相 他接受 给他退党 他很干脆地退出 以后我每次碰到他 送他各种真相资料 他都接都看 最近我送他真相时 他高兴地接过去 并说谢谢 我说谢谢大法师傅吧 2018年11月 我们省让高二年级的学生到市里 像参加高考一样 举行各种学科考试 同时还配备了警车 这个开警车的是 我们当地派出所的一个骗警 他一直在管迫害大法弟子的事 我与他住在一个代考区 因自己多次遭他们的迫害 不想接近他们这类人 可是在用餐时 偏偏和他坐在一起 我很不自在 到值班时 我与他同值一般 他主动给我唠家常 说 他跟我那个宗志办的亲人关系 如何如何好 我还是戒备他 没想到 他当着跟他一起带队的 其他警察的面 对我说 我怎么办 又吃喝嫖赌 将来学法轮功学不学得好 我想 我有一天总是要学法轮功的 我看他有诚意 就回话说 不要紧 很多人在修大法前 都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气 师父慈悲 把他们变好了 只要你愿意从善 一切都可改变 然后 我给他退了党 那时 他心里就踏实了 这说明 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这群人中 有人还是有善念的 还是可救的 第二部分 发解和讹解的转变 2002年4月 我被当地610人员绑架到市党校洗脑班 整个洗脑班抓了我们市的四个人去洗脑迫害 但却声势浩大 又是有几个所谓的校长 还有政府部门610组团人员 医务工作人员 以及被所谓已经转化者的不明真相的家属等 很多名堂 劳民伤财 我被我们当地610人员 雇请的两个人 发解和讹解 专门负责监督我的生活起居 和所谓对我洗脑 让我放弃修炼 他们二人 一来是不知道发轮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二来 他们得人钱财 替人卖命 于是这两人对我整天骂难听的话 态度很恶劣 我始终心态平和地对他们 不把他们的话放在心里 能够关心地尽量关心他们 我对他们劝善 要他们不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 当时他们听不进去 后来我回到正常环境中 我找到他们 给他们讲大法真相 加上当地大法弟子 经常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 投放真相资料 可能他们看多了 态度也转变了 那时 我还在明慧网上曝光过他们的邪恶行为 如今 他们都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 正面对待大法了 第三部分 在邪党610机构工作的家人 要了真相护身符 我的家人从小受邪党教育毒害身 在大法受迫害的初期 他亲自带着他的家庭成员 去非法抄我的家 毁大法资料 更不能容忍的是 他骂师父和毁我家的师父法相 他因此遭到过多次报应 只是他藏着不让人说 他已经退休了 我是610人员 以他有亲人在练法轮功 要他管教为由 还在某些时候 唆使他去干坏事 他也被迷惑着去干了坏事 例如 代替给我签不修练保证等 他是偷偷干的 我问他 他也不承认 但我能断定 他一定做过这样的坏事 我上网声明 无论是谁代替我签了 不修练保证 都不算数 一律作废 以前给他大法真相资料 他不接 或接过去了 马上撕掉 表示他对邪党忠诚 去年 发起要三个月战胜法轮功的元凶 江泽民死了 再加上2022年12月 武汉瘟疫大爆发时 他的老伴不到70岁 而且从不出门 却染上了新冠肺炎 并快速死了 这让他很震惊 还有他们一家 在武汉找不到火葬场火化时 只好回老家送了葬 回武汉时 全家四口人都染瘟疫 躺在床上了 由于我没用手机 我没跟他们联系上 我得知他们家都染瘟疫的消息后 就赶到他们家 去帮忙照顾他们 我求师父救救这些可怜的人 师父出手帮忙了 他们四人都好起来了 只有从事610工作的这位 咳嗽一直不断 我试着到他房间 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 他忙接在手 并叮嘱我只能给他 不能给他的晚辈们 怕他们不相信 会给我带来麻烦 后来他虽咳嗽了很长时间 还是好了 师父真慈悲 这样饿的坏人 师父还在救 真是佛恩浩荡啊 还有他们那家人 他老伴活着时 听我讲了真相 他不但自己退出了党 还让我给染瘟疫的 他家其中三人退了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投稿通知 请避免同时使用 邮件证文和附件投稿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3年10月16日 很多同修投稿时 在邮件的证文里 填写了投稿的内容 同时又加上 Text或者Docs邮件 里面是同样 或是基本一样的 投稿的内容 这样做会大大降低 收稿处理的效率 并很容易造成 漏掉部分投稿内容 现象有 有的邮件证文里的文字内容 和附件里的文字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有的邮件证文里的文字内容 和附件里的文字内容 有一些出入 有的邮件证文里的文字内容 和附件里的文字内容 大部分一样 只是在证文 或是附件里的开头 或是结尾 增加了一些说明 有的是将投稿 分成两部分 证文里是前面的部分 附件里接着发后面的部分 有的邮件证文 是完整的文字 而附件里除了完整的文字 中间还插入了一些插图 有的邮件证文是一篇文章 而附件里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篇文章 有的邮件证文是前几段内容 附件里是全文等各类情况 对于收稿人来说 如何才能保证 收到完整的正确的版本 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难度 所以建议投稿同修 在一方投稿邮件中 或者使用邮件证文投稿 或者使用附件投稿 只选一种 不要同时使用 不要重复内容 长的文字投稿 以及含有图片的投稿 请用附件发 邮件证文保持空白就可以了 如有必要 可以在邮件证文写个简短说明 其实说明部分也可放入附件 短的不含图片的文字投稿 可以在邮件证文里发 不要在附件中再发同样的内容 如果分不清是长投稿还是短投稿 就都只用附件发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投稿 而是和编辑沟通的来信 就请在邮件证文里写 更清楚些 谢谢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时事评论 天安门自焚与白毛女 哪个更可怕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在我对这个世界还懵懵懂懂时 一本小人书让我尝到了仇恨的滋味 而且刻骨铭心 小人书的名字就是白毛女 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得 那天我在看的时候抹眼泪了 妈妈问怎么了 我说 小丫鬟的脸被银簪扎了 黄世仁他妈妈的银簪扎在丫鬟的脸上 但也扎在了我的心上 后来 只要一看到或听到地主二字 我的血就会沸腾 长大后 当得知一位演员在露天舞台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 差点被看戏的一个小战士开枪打死时 才知道 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 恐怖至极 那位演员很幸运 没有被打死 可是天安门字坟中的演员刘春菱 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不仅他自己被当场打死 而且女儿刘思颖 随后也被弄死了 这是他们娘俩躲不开的结束 因为开枪的是中共的导演 目的与白毛女一样 就是叫全国民众仇恨 仇恨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 2004年 当九瓶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后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中共的真实历史 尽管中共对九瓶共产党怕得要死 但至今也不敢否定 不敢吭声 于是我知道了 中共灌输给百姓的一切 都是颠倒黑白的 而我曾经的仇恨 也都来自于中共杜撰的故事 我被中共耍了三十多年 每当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 因仇视而构陷法轮功学员的年轻人时 我便会想起刘思颖 如果小思颖还活着 今年应该三十四岁了 如果她活着 一定不会再上中共的当了 因为她知道 妈妈不是法轮功学员 有句话叫 吃亏长见识 只是有的亏能吃 有的亏是吃不得的 刘思颖和她妈妈 已经吃了中共的大亏 但愿还在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人们 赶紧清醒 不要叫悲剧落到自己头上 那些被灾难夺走生命的人 不是神佛不救 而是他们都在替中共扛着罪恶 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帮助人们 卸掉中共的罪恶 从而得到神佛的护佑 白毛女让中共杀死了多少地主 资本家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天安门自焚造成中国死了数亿人 近日去银行办理业务时 速度慢得不行 值班经理抱怨说 没办法 现在要求老年人都得重新换卡 竟整这些没用的 我知道为什么只要求老年人换卡 因为瘟疫中死去的老年人实在是太多了 只能用这种办法排查死去的人 天安门自焚骗局与白毛女 都造成了很多人的惨死 都很可怕 是不是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会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